从一无所有奋斗到今天的姜卫东,既有情感上千人的一面,也有放纵自己欲望的一面。 可惜叶丹萍从未看清这一点,文东志,编辑网营,狗不会散谎,如果不是因为一条狗,一身心事只求闲的逍遥日子,叶丹萍能过到死。 叶丹萍和姜卫东都看不出已经年过爸爸,叶丹萍从机关退休,在老年大学学园艺,绘画,瑜伽,姜卫东精神焕发的满世界飞,看项目,谈合作,两个人一个有闲,一个有钱,配合得相得一张,他们还有个争气的儿子,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,有稳定的女朋友。 这是那种应该摆在竹窗里的模范家庭,就像姜卫东办公室里,画着的那张全家福,蓝天草地,一对夫妻,一个男孩,安静矜持的站着笑,他们还凭上过世,无讨文明家庭。 叶丹萍的爸爸,当时是省某医官的局长,一眼相中港本的单位的姜卫东,当他是个上线的寒门子弟,一路浮衔,张立驸马,姜卫东当年是省里最年轻的助长,是图开好,但他激流永退,下了海,做起了酒店投资生意,老局长生前一直和这个比儿子更贴心的女婿生活在一起。 当结婚时,姜卫东住在赵人的局长楼,发达后,赵人跟着他们住进大别墅,姜卫东自己奔道的处长楼,给了乡下的父母住,房改时姜卫东已上海,也搭平海的局里,房子便过户到他名下,后来,姜卫东的父母过世,那套房子就空置了,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套房子上。 当时,姜卫东说收拾了出租,叶丹萍没意见,姜卫东给了叶丹萍十万元,收拾租客一次付了两年房租,叶丹萍顺口问租谁了,姜卫东一句逮过,说好像姓胡,是他妹妹的朋友,叶丹萍和姜卫东互不参与对方的圈子。 叶丹萍是信任,姜卫东是不信,上人圈子里的话题,多半是女人和钱,叶丹萍老姐妹们三句话不理老公孩子,却实无交集。 不过前不久,叶丹萍闺蜜朱莉乔迁,姜卫东破天荒出席了,不是朱莉入面子,而是因为她老公是出了名的中医,姜卫东想找她开个房子,调理调理。 朱莉家养了只姜卫犬,叶丹萍和姜卫东一进门,姜卫就从叶丹萍狂叫,对姜卫东倒是轻易温柔如老熟人。 朱莉说,这狗对生人都叫,为什么对老姜那么轻养,是不是她身上有狗味啊?叶丹萍说,不可能,我们家不养狗,我身上没有,她身上的狗味从哪来? 朱莉打句道,你要查查她是不是家外有家?在那边养了狗,话音没落,就听到姜卫东吼了一句胡说,声音大的把朱莉和叶丹萍吓一跳。 那天,姜卫东去书房见过朱莉老公,翻都没吃就借口有事提前走了,终于给叶丹萍把卖,你体质比你老公差多了。 叶丹萍不在意自己差在哪儿?细细问老公的身体情况,有什么要格外注意? 终于答,她有些神经衰弱,睡眠质量差点,无法耳,叶丹萍略犹豫的说出,不到四十岁姜卫东,就无法履行夫妻义务的事。 这是几年,吃了很多不要,不见好转,终于笑了笑说,你老公不是生理上有问题? 叶丹萍有点恍神,走的时候,那句金毛又叫了,始料为急,叶丹萍认识的姜卫东,李树周全,文文如雅,有时候让人觉得有距离感,但那不算毛病,不热情才更让人放心。 他们的婚姻,没热烈过,也没争吵过,一入洞房就直接进入老夫老妻模式。 怀孕生子之后,夫妻生活一年纪,四十岁之后,姜卫东索性以神经散弱,爬草为油,要求分房睡,应该平本就不太热衷此事,还开玩笑说男人倾心寡欲好呀,不用担心他会出轨,只担心他会出家。 婚后姜卫东搬入夜家,热水继续放一段冷水,才有热水,他建议为了不浪费水壳燃气, 全家人在固定时间一个接一个的洗,这样奇怪的要求,没想到老局长居然接受了,还对叶大平说,小事由着他,乡下人不大气,可心思细,胆子不够大,等开了眼界,会有大作为。 现在,大家在固定时间,一次排队洗澡这事,以和然气,用水无关,成了叶家的传统,小事放任。 但是调不出姜卫东什么毛病,长得好,会赚钱,还体贴。 家里没司机时,东下出门,他会先出门发动车子,调节车内温度以带气而,只是姜卫东的好,让叶大平感觉忽远忽近。 比如和叶大平两个人吃饭,姜卫东是标准时不予者,但是,一旦餐桌上有外人,他一定会给他夹菜,并与他耳语几句。 这些行为,慢慢的叶大平也习惯了,只当他是人前要脸。 只是现在,人过中年,生理心理都起了变化,人本关于平淡的叶大平,渐渐有些不自在。 再加上在朱莉家发生的事,更让他产生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猜测,叶大平跟姜卫东不同,他从小就是公主,享受着父母的万千宠爱。 不管是学业,事业,结婚,生子,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。 嫁给姜卫东之后,他又顺利地从公主过渡到富泰,生活从来没有对他这样的小白兔下过手。 谁能想到,快六十了,还能撞见这样的狗血。 他找到弟弟叶丹阳,跟他说怀疑姜卫东在外面有女人。 没想到,叶丹阳并不惊讶,还说前年我去加拿大看孩子。 见到杨美娜,无意间聊到你和姐夫,杨美娜还说,我们全家家起来都不是姜卫东的对手。 我问他什么意思,他嗯啊,了半天告诉我,离婚后他带着孩子出国的钱,是姜卫东给的。 杨美娜是叶丹阳的前妻,叶大平的前弟媳。 听到弟弟这么说,叶丹平乱了一下,像是明白了什么,却又不敢相信。 怎么可能,当年还是一家人的时候,杨美娜是歌舞团的演员,漂亮太棒,但将未将从来都不正眼瞧她一眼。 叶丹阳又说,姐,这些事,如果当时就知道,我会启诈,但过了这么多年,真相大白,人反而麻木了。 她不提离婚,你也别提,半辈子都好了,也不差再好这几年,等她收心吧,几十年夫妻,牵扯的利益有多少。 姐,为了儿子,你的人,哪有一把年纪给别人疼未知的? 叶丹平子觉得浑身发冷,她要杨美娜的电话,叶丹阳知道姐姐不是那种会骂上门的托付,就把号码给了她。 真相总是有迹可循,杨美娜接到电话,倒是一点不惊讶,很爽快的就把二十几年前的往事和谈拖出。 江维栋说我是假,她是入罪,在叶家,我俩地位一样,都要看人脸色,其实哪一样。 在叶家,我是不守护道的媳妇,她是冰清玉洁的姑爷,那次我给她演出票,她跟我拉扯,被妈撞见。 应说我在勾引她,是她让我离婚,她说等她把事情处理好,会跟我在一起。 杨美娜嘴里的江维栋,叶丹平觉得很陌生,但又似乎有端理可识。 陌生的是,当年江维栋让杨美娜,在她父母住的小区租房子,万一叶大平有事找她,她只要说在父母家就能搪侧过关。 她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,还说兔子就应该吃窝边草。 多方便呀,叶大平觉得,这不像是一本正经的江维栋,会讲出来的话,觉得有迹可询的是,居然美娜说,江维栋以各种理由拒绝她的逼婚。 先是说要提处长,不能离,当上处长,说没作文,不能离,小孩了,又说离开叶家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。 江维栋怎么舍得离婚,叶丹平想起她的第一个项目,城里老厂房改建,是中标了,可标第三千多万元,如果不是自己家里帮她筹资,她哪有这么多钱? 那个项目到手后,她抵押给银行,要押手了六年才转手,套现三个亿,这二十多年来,叶丹平也有过意闪念,觉得江维栋看上的不是她,而是她家里的资源,但她从来不愿意往那方面细想。 杨美娜说,你知道江维栋平时最喜欢挂在嘴边,那一句话是什么吗?是严西山的那副对脸,摆脱开,摆脱开,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,吃得住,吃得住,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,横批,努力摆持。 她要的,是随时能摆脱的女人,杨美呢是江维栋已经摆脱了的女人,那现在呢,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存在? 叶丹平想起自己名下的那套处长楼,门锁换了,她拿着房产证,近开锁向打开门,物理金币辉煌的程度让她吃惊,房间打通了,一张硕道的床触目惊心的凌乱着,洗手间里超豪华的按摩浴缸, 让她不敢相信,那个可能在这个浴缸里抛过的男人,在家里要求家人在固定时间排队洗澡,房间看上去有一阵子没住人了,她拿起一本的制饭班,掉出来一张照片,一个已经不年轻,但依然浓妆眼抹的女人,摟着一条金毛狗对着镜头想,这是那个幸福的女人,她不确定,然而照片上的那条狗, 让她隐隐约约相信,江卫东曾经在这屋里养过这个女人和这条狗,僵尸人生,叶大廷心里闪过很多念头,但看到眼前的一切,再想想她习惯了二十多年的生活,她觉得弟弟说的对,不能急,摊牌的时候还没到,她常呼一口气,提醒自己冷静, 几天之后,是叶大廷的生日,江卫东送了个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名牌包,她没说什么,只是淡淡的把包收了,要个以前,她肯定会说退休的人了,用不上这么讲排场的包, 然后再微笑,这把包放进柜子里,叶大廷希望江卫东发现自己的冷淡,希望她露出担心的神色,但江卫东没有,只不过,叶大廷电话里听儿子说,江卫东打电话催她结婚生子,她心里冷笑,江卫东这么不适, 盘窜着儿子结婚生子,就能打发她出国带孙子,然后自己在国内逍遥自在,叶大廷把事情告诉朱莉,让她出出主意,朱莉觉得,得先知道那女人的底细,再来想对策,可巧的是,朱莉拿着叶大廷在处长楼里,找到的那张照片托朋友打听,朋友一看照片,就说这人和狗她都见过,和她住同一小区, 令狗遇到她聊火天,名字叫胡小红,这年头,知道名字住址,没啥打听不到的事儿,原来,胡小红是个职业二奶,和上一个包养她的男人有两个孩子,后来,这两个孩子成了她向前任讨生活费的筹码,直到那个前任做饮料投资失败,江卫东是她找到的下家,轻易不会放手, 这个胡小红年纪也不小了,江卫东还留着她,这倒是让叶丹萍有些奇怪,不是说要好摆脱吗? 听助力的朋友说,胡小红烧得的一手好菜,叶丹萍想想自己从来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,不由心里感叹,男人不管在什么位置,喜欢的无非是女人的脸蛋和厨艺, 叶丹萍想起以前闺蜜聚会时,听过不少小三的故事,只是没想到自己也能遇到,叶丹萍以前评价江卫东,说他就像他们家挂的莫迪丽阿姨的话中人,一脸悲鸡困惑,一身厌世不屑,清高敏感,要小心轻放,当时叶丹萍觉得弟弟看不起江卫东,可现在觉得,弟弟真是高看了他,爱叶丹萍的心情啊, 这种方兮兮的婚姻不要算了,但后来还是听了弟弟和闺蜜的劝,都这把年纪了,犯不着自己疼未知,就这么靠着吧,自己约上朋友到处旅游,不见得江卫东,眼前也干净,想想到是江卫东,一心追求摆脱开,持得住,最后两边都摆不脱,那富贵自在的日子,怕谁难有了,恩未经许可,斋鞭,复制即净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